突然就被解雇了 就做一名合格的搭工人 偷我衣服干什么 热身 给我们寄个小礼物 我好气啊 有人把我衣服偷了 我才买的衣服 哈喽 我刚刚才下班 我来跟你们吐槽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 已经让我气了昨天一晚上加今天一整天了 我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就我昨天晚上去洗衣房洗衣服嘛 我洗的好多衣服都被偷了 我就不知道谁会干这种事情 你偷我衣服干什么 关键是他偷的都是我的睡衣 而且都是我最喜欢的睡衣 我就想到我就好气啊 我觉得你还挺识货的 刚好就选到我最喜欢的那两件来偷 而且有一件是我穿都没穿过的 就是我身上这一件 我上周才在vlog里面给你们介绍过的 然后这件他只偷了一条裤子 就衣服还没有偷 所以我现在就只有衣服 裤子就只能随便穿一个睡裤 我就好气啊 然后还偷了一件我去年回国买的白色卫衣 还有一套我才买不久 只穿过一次的瑜伽服 应该还有别的几件我想不起来了 因为我真的是一大缸拿去洗的 但是最后就只剩几件东西了 那家店里面是有摄像头的 所以我昨天知道我衣服被偷了之后 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店主 但是那店主让我先到警察局去报案 他才能调用那个监控录像给我看 所以今天一大早呢 我就打电话去给警察局报案 他们警察应该也没见过这种情况吧 就是有人会偷睡衣 然后还有人真的会来报案的 但其实我也不是真的要把那个衣服找回来吧 就算那个衣服找回来 我也不会再穿了 我觉得挺脏的 但是我就想看看到底是谁 没这么奇葩偷我的衣服 反正昨天晚上我还气得睡不着 就给我妈打电话说这个事情 然后我妈还笑我 她说那个小偷偷了我衣服才倒霉 就这么小一个人 别人可能都穿不下你的衣服 但我妈又安慰我 怎么可能让你一直好运吗 就偶尔走走没运 这种无关紧要的小事 也没什么 就之后好运气就回来了 我妈还挺会安慰我的 后来我想想的确也是 也不是丢了什么特别特别重要的东西 手机啊钱包这些 虽然那两件睡衣我真的很喜欢 但丢了就丢了吧 但是我又做了一件很轴的事情 我妈知道肯定要骂我 我又去买了两件一模一样的睡衣 我今天早上跟那个警察报完案 我就冲到木槿去买了这件一模一样的 跟我身上这个 然后还有这一套稍微厚一点了 它长得跟我丢掉的那件 我最喜欢的真的是一模一样 虽然摸上去材质没有那一件 纯棉实带的这么好 但它也是比较舒服的那种全棉的 就我又把这个衣服买回来了 当做他们没有被偷走过吧 我今天走在路上 我就越想越觉得自己好倒霉 我就说不行 我要去买一个甜的东西 来安慰一下苦涩的自己 买了一杯大杯的 加糖加珍珠的奶茶 这就算我水逆期间 安慰自己的一杯奶茶吧 跟你们吐槽了一堆 我心情也好多了 你看 你听到它呼噜噜吗 你听到它呼噜噜吗 哎呦 好啦 走 煎了一个有点失败的小花蛋 烤了一个黄椒还挺甜的 这个我什么调料都没有加 但是吃起来是有甜味的 我又来排队了 天呐 封城前的最后一天 哈喽 刚才去买了这堆菜回来 这种封城四个小格装的 比较适合一两个人吃 然后还埋了一堆这种 螺蛳粉麻辣香锅料 哦 然后这次还看到了这种 带状的冷冻板栗 还有这一大堆 这都打算在家里包个饺子吃吧 我感觉我一下回到解放前 就生活中的乐趣 又只剩下吃东西了 哈喽 大家晚上好 我刚录完了一个视频 你们应该也知道 法国第二次封城了吧 反正我现在就是 根本就没出去玩几次 又要被关在家里了 哦 真的好无欲啊 而且我们公司今天开会 就直接跟我们说 可能到明年夏天 我们都不用回公司了 我就觉得 我这个班上的 既然我朋友还跟我说 我过的虚拟人生 因为我真的在家里 待了整整一年了 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是可以在家玩的东西吗 我觉得我第一次封城的时候 基本已经把所有能玩的东西 都在家玩过了 这第二次封城 真的不知道 我能在家里面玩出什么花样 就没有什么好玩的了 我现在只想出门 算了保命要紧 现在真的法国这个疫情 有点吓人了 每天几万几万例 让我给你们看 我新到的亚马逊 我又买了一堆这种抽纸 它最应该打折 一共有15盒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 Nike的运动鞋 现在不是封城吗 我连出去走路都走不了 我想在家运动一下吧 这衣服也太丑了吧 它网上不是这样的 它涂上给我看 是一个嫩黄色的 为什么收到 变成了一个土橘色 然后就买了一双 打折的运动鞋 我其实都没有怎么看款式 我就是看打折的 那个页面里面 有哪双鞋 还是有35码的 我就挑了这一双鞋 反正这段时间在家运动 我就穿它 也不会把它穿出门 就随便买一双 舒服的鞋子 做运动就好了 我还买了一个 这个La Perry的白鱼子精华 其实这我买了 有一段时间了 因为我之前 囤的双翠还没有用完 所以这瓶也是 放在家里面 好久都快忘了 我去年一共买了三瓶 那个胶韵湿双翠的精华 因为当时觉得 它特别好用 但是我现在实在是用腻了 等我把这瓶用完呢 再回去用双翠吧 看一下来一个比较好用 这个我其实用过它的 你要干什么 这个原来我用过试用妆 我觉得还挺清爽好用的 因为我是最不喜欢 脸上有油油的感觉 但是我又是个干皮 所以就很难选护肤品 但这个我当时试用的时候 我觉得还可以 那个质感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正妆的 来试一步美容看 就挤这么点吧 你看它超水润的 我就喜欢这种质地的 就比较清爽 因为其实后面 还要涂眼霜和面霜 如果精华太油的话 我会觉得整个脸太厚重了 我觉得这个精华很适合我 这个虽然说是可以 美白提亮肤色的 但这也有买过太多 这种美白产品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用 所以我对它的美白效果 不会太抱希望 其他的什么提拉 紧致方面 都用完这一瓶 再跟你们做汇报吧 现在冬天到了 我觉得皮肤还可以了 就也没有长痘痘 什么的 可能也是之前找工作 那一阵压力太大了 所以我整个皮肤 今年的脸应该是我 近年来烂得最惨的一次 就我皮肤一般 不会怎么长痘的 但今年我真的 抱了超多痘 特别是下巴这一边 我觉得应该是压力大的问题 然后还得匆匆买了一箱 它的罐头 就都跟它买了 它爱吃的牌子 这个鬼超级挑食 我每次就只能买这些 它比较爱吃的 我们过来 你看都是你的吃的 我一大早收到公司 给我们寄的小礼物 一个喝水的杯子 还有铅笔 还有一个这种杯子 然后这个是一板巧克力 巧克力还挺好看的 这个纸里面好像是有种子的 能看到吗 里面应该是薄荷的种子 好可爱啊 这些同事 想得出来送这种小种子 哈喽大家 今天是星期四的下午 我刚花五分钟迅速化了一个小妆 因为等会要跟公司的同事开视频 我们有一个瓶酒会 你看我都已经摆好了 这几个起司 还有这瓶酒 是前两天公司发给我的 我就一直把它放冰箱里面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公司嘛 所以公司就想了这种办法 给我们寄一点 吃的喝的 然后可以一边吃一边在线上聊天 这样就感觉我们还是在办公室里一样 本来公司是可以选要红酒 还是白葡萄酒的 然后我不是很喜欢喝红酒 我觉得白葡萄酒可能更甜一点 所以我就选了白的 还有五分钟那个会才开始 先给我自己倒一下 我其实根本喝不来这个酒好不好喝 我觉得喝酒都是为了陪别人喝 刚刚结束了这个品尝会 然后现在脸超红 因为我喝不来酒 我只要喝一点点酒脸就会发红 但是这个奶酪味道太重了 我就没有办法就喝多了一点 所以我现在头有点晕晕的 但这个东西还蛮好玩的 就我们组队来品尝这不同的奶酪 然后那个老师在我们品尝之后就会提问题 然后我们来抢答这样 这些奶酪呢都是这个老师他店里自己做出来的 因为现在疫情不是对这些小的企业会冲击比较大吗 他们也想了很多办法 就是比如说像给我们公司提供这些奶酪 然后他们给我们上课 这样也算是一种宣传方法吧 就如果我们觉得它的奶酪好吃的话 以后可以直接在它这里订 我觉得这个想法还蛮好的 就很适合这种个体货 或者是比较小一点的这个食品的品牌 他一共给我寄了四个 这个小的是Chef 山羊奶酪 这个味道其实蛮重的 就是有很大的一股羊山味 这个是Laron 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 它也是嚼起来干干的 但是味道没有这么重 然后这个就是最吓人的 我觉得这个是最难吃的 吃到最后还有一点色口 然后有一点辛辣的感觉 结果是吃了一口就不想再吃了 然后这边这个就是比较出名的Blue 你看它上面是有那种蓝的霉菌培养出来的 我其实一开始以为最难吃的应该会是这个 因为看着就很吓人 但这个味道其实还好 其实这些我都不是很喜欢吃 因为我不是很闻的来它那个味道 但还蛮好玩的这个团建 我觉得 你们看我这个还记了很多笔记 世界上第一大产奶酪的国家 居然不是法国是美国 这个就很多法国人都不知道 然后还有世界上最贵的奶酪是叫Bule 1000欧一公斤 我应该是不会去吃这个的 开完这个团建还挺开心的 因为我其实都没有在现实生活中 见过这些同事 平时上班也有时比较正式 就没有什么机会跟他们聊天 然后明天公司还给我们组织了 一个线上的室内逃脱 它已经在偷吃了 你还挺喜欢吃这个的 反正现在在这个游戏公司工作 我觉得每天过得都还挺好玩的 就同时也都是年轻人 所以大家交流起来也挺随意的 然后平时弄这些活动啊 大家也都玩得挺好 好了 我现在就收拾一下 然后就准备吃晚饭了 早上好 今天终于周六了 就现在年底了嘛 所以最近工作真的超级忙 就每天都还要加班 我两个朋友也是 我的12月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忙 但今天周六了 就好不容易有时间来拍一下视频 我今天早上要带聪聪去看一下医生 因为他有第二针疫苗还没有打 今天就给他去打了 然后做一下身体的检查吧 现在是才9点多 那个兽医也只有这个时间有空 所以我就又不能睡懒觉了 大家去看兽医 我们走吧 聪聪 他好像知道我要带大家去看兽医 他现在很警觉 他现在一看到这个包就知道我想干什么 我们去打完针就好了 你现在好重啊 冬天真是特别的沉重 医生在给他检查 想跑 我们回来了 刚带大家去把疫苗打了 然后给医生检查了一下身体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去了 因为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测了血压 给他验了血型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我其实从11月封城以来 到现在就已经12月中旬了 都没有怎么打开过这个相机拍视频 就我这段时间其实因为工作啊 自己情绪上不是特别好 就还是很担心自己过不了试用期吧 这个心里一直有这个压力在 而且平时工作任务还是蛮重的 所以就没有什么心情来拍视频 而且特别是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一是我工作刚好满三个月 然后这一天的下午呢 跟我同期一起进公司的两个法国人 突然就被解雇了 我当时还在做出自己的事情 那个男生突然就跟我语音 他跟我说什么祝我好运啊 他留不下来了之类的话 我当时就哇整个人吓到 心跳停止那种感觉 因为那天刚好是我满三个月的日子嘛 一般情况下其实三个月的时候 公司会给你有反馈的 就是到底要不要你 你这个系绒期到底是续还是不续 其实在三个月那一天会有一个结果 但是那一天呢 我经理其实把我忘记了 那一天就是我们听解雇了这两个人 就他们的试用期就终止了 而且就真的很快 就宣布他们没有留用 到第二天他们省的账号 全部都已经被注销了 我就觉得好吓人啊 我那两天整个人都是懵掉的 我就很害怕 我会不会也像他们俩这样 就突然让你走你就走了 但后来我经理有跟我说了 就其实之前有跟他们提醒过的 但是后来没有好转 就没有办法 就只能终止试用期了 然后我过了两天 实在是忍不住了 我就主动找我经理 跟他开了一个小会 就问他一下我试用期到底是几个意思啊 能不能留下来 还是我有什么地方要改的 我就想让他跟我先说嘛 不要到时候就这样突然被停了 但后来就还是挺顺利的吧 我经理就跟我说 不用担心 现在已经给HR说过了 就我的试用期最后validate了 我还是挺开心的 能在2020年刚好结束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尾吧 转正之后就还是照常嘛 好好工作 该做什么做什么 就做一名合格的打工人 你为什么在这监视我 我刚才在下面拍视频 他就一直在这看我 我再给从从准备他的猫饭 现在已经装好了 他真是一闻到这个味道就要过来 我其实买了一大袋的 我现在把它分成这种一小盒一小盒的了 这里面有一个压心压味还有鸡肉 然后我本来放了一点点牛肝 但是他不是很喜欢那个味道 我就没有把它放进来了 我就把它装成这种一小盒一小盒的 每次就拿一个出来煮熟 再放到他的这个搅拌机里面 这个搅拌机是专门给他用的 这个搭配是他目前为止最爱吃的一个 这样煮算不是很方便 但还比罐头划算也 就如果有时间都在加的话 可以给猫猫煮点这种吃 但是我现在也还在学怎么给他做猫饭 因为还要加很多那种营养粉 像维生素呀 然后钙粉什么的 这些我这两天在给他买 但是这个打出来他真的超级爱吃 就是比罐头还香 看他已经爬上来 开始蠢蠢欲动 今天我还问医生他是不是长得有点小只 就跟食衣和建国比他就显得很小一只 但是医生又跟我说他的体重啊体型什么都挺完美的 他现在有3.3公斤 嗯我就还是想他吃胖一点吧 他吃这个就吃的特别快而且特别专心 平时吃罐头呀他就不会 早上好呀大家 新鲜天早上简直是一周最爽的时候 就可以睡懒觉 我刚刚吃了早餐休息了一下 现在就跟朋友去塞纳河旁边跑一下步 我们是从这一次公斤的梦的时候爱上跑步这项运动的 就我发现其实我住这里住了这么久 有点浪费我们家的地理位置 其实我们家跑到塞纳河旁边和铁塔还蛮近的 就是一路上风景也还挺好的 那我现在就跟朋友下去 顺便用手机给你们拍一下吧 我朋友每次都要嘲笑我这个包长得很像那种车站上的收银员 但这个包还挺方便的 就跑步的时候你想放张银行卡呀 然后钥匙手机都可以放到这里面 好了出门了 热熟 我们现在跑到一个公园这儿 这条路超适合跑步的 我等会就沿着这跑回家去 好累 刚下班 其实还没有下班 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 但是我实在是太累了 就去洗了个头 然后我们订的外卖也到了 现在等朋友他们一起上来吃饭 现在都已经九点钟了 我们还没吃饭 有个猫在这的好无聊啊 你看 对上班真的超级忙 因为现在到年底了嘛 我们各种要赶进度 然后因为我们年底还排了假 我从圣诞到明年元旦这样一共连着要放11天的假 所以这段时间我不仅要做我现在的工作 然后还要把我圣诞期间的那些广告都做完才行 但是想到马上就要放假了 就还挺开心的 我们现在一堆加班的人开始吃外卖 已经做不赢菜了 然后又点的牛水煮 我们要吃两天还是三天 还有吃饭啦 是加班后的慰藉 吃饭 好吃 大丁竹 配张 我们要回身 好不好 有点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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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